恭喜!恭喜!恭喜!張家朗奪金! 大家早安,我是高登仔 本來我今天晚上只是8時出一段影片 但真的太開心了 香港出了張家朗奪金 現在很多Youtuber說了很多有關張家朗的事跡、生平、背景 但我高登仔一直以來的宗旨是做別人不做 做自己想做 做與眾不同的事 所以今天這段影片我會講講張家朗的一些花邊新聞 或者趣聞給大家聽 還有一些歷史大家都會想知道 講講原來張家朗這次奪得金牌之後 至少獲得750萬 750萬是甚麼概念 如果以現在的樓價來講 買一個兩房單位九龍區是可以的 所以說有些人說做運動員是窮的 也都不同意的 我高登仔 現在他拿到一個金牌 證明了他現在名利雙修 又有香港人的愛戴 又有金錢落袋 不得了不得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張家朗奪金之後要知道的事情 第二個花邊新聞 原來張家朗的前女朋友是單車運動員馬小姐 原來根據報道馬小姐馬泳魚是21歲 之前和張家朗是拍拖的 現在他本來穿馬泳魚是一個運動員 原來他是甚麼運動員 原來是單車選手 和戰績亦都不錯 他有女車神的知青 但現在他亦都不做運動員 重返中文大學修讀酒店管理商學位 準備進入商界勾 原來他的女朋友 上當年根據報道說 他原來上當年覺得做運動員也是很窮 所以就不做運動員 跟張家朗拍拖 但後來可能因為覺得做運動員沒甚麼前途 又賺到錢就分手了 依然就沒有了 不知道今天他看到張家朗有750萬的獎金 又名利雙收 不知道怎樣這樣 我也希望馬泳魚可以回應一下高登仔 他究竟有沒有後悔 見人窮分手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個花邊新聞 還有一個花邊新聞 我本來也不想說 就是原來林作又出來搞事 林作昨天在他的個人網絡上說 他正式宣布 將會9月份 打贏了鍾培生之後 轉學檢擊 明年3月 即半年之後 在劍道上迎戰張家朗 他必定會打倒鍾培生這個契弟 更令香港人興奮 由於今晚收到封 他拿到這個獎牌 得到500萬獎金 加250元林大輝的獎金 都應該不缺錢 那我決定意思意思 出10萬元給他 跟他打 網友好 看多真的得淡笑 跟她說 傻傻地 某人家就把架 manifested 是世界冠軍來的 伝剣 你自己是甚麼了 你自己連渣好蠻事都還不奪 林作仔 還說出10萬元 10萬元他們要打 10萬元也不夠他表演費 傻仔 是嗎 林作,你抽水 你不要抽到那麼厲害 你抽死人,你抽死人就聰明,買保險,買保險,是不是呀? 叫人買保險,就自己買保險,抽死人就聰明, 高飛巴人那件事,我都未跟你算呀,知不知呀? 你不要打算出十萬元,說張家朗挑戰他,人家理你也有味,你什麼了呀? 人家不是不敢應戰,人家是不蝕跟你打,你什麼了呀? 這件事也是比較有趣,還有最近最熱哄哄,就是陳若霖訪問他那個記者, 他拿了結金之後就說他不專業,說他根本做不到訪問, 只是大叫我喜歡你呀,完全失去了一個專業記者的應有的態度, 他就無線記者陳若霖,就說他訪問也訪問不到什麼, 就說他只是表達自然感受,又阻礙別人聊天,問一些放多問題的答案,又問過第二條, 這個就是很多網絡人都追擊這個無線記者, Tanny Chan,陳若霖訪問他完全失去了一個專業記者的身份, 說得很差,對不對?還有,原來林大輝剛剛在01宣佈了, 就說他立即會給250萬座業,即是座他張家朗買樓,原來他那時候曾經說過, 如果三年前,林大輝就出席一個林大輝結束運動員獎賞計劃當時頒獎典禮, 他就說如果哪個運動員拿到金牌,他就會承諾包他們做業主, 現在林大輝現在不帶回去,他完全是給一個真正的承諾兌現, 立即說,昨天宣佈了,就說給250萬張家朗, 暗數業主,厲害,厲害,厲害,有承諾,有承擔, 說過的東西算數,真是算數,這個真是不錯,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花邊新聞,所以還有一件事, 他們也揭露張家朗父母的背景,原來張家朗父母就是籃球員, 他們也說,有些網民找,原來他們兩個父母做運動籃球員,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都做運動,打籃球,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張家朗父親, 就效力,1987年效力夾一籃球聯賽, 代表警察隊,獲得聯賽半關, 有很多高生仔,當然反炒這些, 他當是欺負歷史,但其實都這麼久,1987年, 今年已經是2021年了, 不知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又炒人, 效力那邊有甚麼所謂, 他現在都退休了,我不知道, 總之兩個都是運動員世家, 代表甚麼都不要緊, 有很多都自己本身代表國家隊, 但他自己都不是我各國家出生的人, 有甚麼好吵呢, 對吧? 基本上呢, 我們有些花邊新聞大約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高登仔一直以來的廣播, 繼續支持和點擊我們, 希望幫我們這個頻道, 繼續為大家報導一些, 人家不知道,我知, 和高登仔分享給你們知道的東西,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